民众每天都需要的电是怎么来的 台电公司也特地在2020台湾设计展主场馆外搭设特展空间 将电线杆还有变电箱搬到展场 让大家一窥变电箱所担负的人物 电玉这个主题展就是希望透过台湾电力科普打开变电箱 并且透过变电箱我们近年来致力于新式标准设 透过检法设计让民众看到 其实原来变电箱的电学知识是如此的简单 然后可以去近距离的跟我们第一线的电力职人伙伴们 做近距离的解说互动 那同时也透过美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观察到 近年来我们身边的变电箱慢慢的色彩变好看 资讯变干净 大家印象中的变电箱大多是丑丑的一个大箱子 近年来台电致力于美化工程 透过特展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我们所用的电 还有变电箱有什么作用 在展间里面看到我们特地把平常大家只能远看的电感 整个降低到六七米的高度 大家只要稍微的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来电感上面有这么多有趣的装置 那这些装置有多重呢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我们现场的桌板上大家可以实际拿不同的碍子 电电看它的重量 那不同大小不同重量又是什么功能 那电缆的粗细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各有什么差异性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现场实际触摸 变电箱特展移师到新竹展出 这次特展除了搭配台湾设计展展棋之外 也延长到10月18号提供民众到场参观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